大都会运输局主席罗特一直被外界质疑他身兼述职有利益冲突之嫌 不过有文件显示罗特早于去年8月已经获纽约州当局批准可以从事大都会运输局之外的工作 原本是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副主席的罗特去年出任大都会运输局主席后继续保留原来的工作 到去年12月再获麦迪辰花园广场聘请为受薪董事 两份工作的年薪去年便高达250万元 有监察组织指出麦迪辰花园广场自临宾州车站纽约大学医院也有多个项目与铁路网有关 至于罗特有严重的利益冲突 到昨日监察组织Common Cause New York取得纽约州道德委员会的电邮 显示去年委员会曾经要求罗特一旦在外工作 受薪超过5000元就要先取得委员会的批准 但遭到罗特反对 指自己并非大都会运输局的全职员工工作以日计算 到去年8月终于获委员会的批准可以继续进行局外工作 Common Cause负责人希望 大都会运输局主席一职应该由专心一役职为大众服务的人出任 重申不认同罗特身兼数职的做法 上星期三布朗克斯的包网的杂货店展人事件继续发酵 出市杂货店被指见死不救 有超过10万人联署要求有关店铺永久停业 三名当局市议员也要求政府部门禁止杂货店重开 有壁录电视片段显示 肇事的杂货店虽然曾经协助被斩死的15岁少年 逆藏在收银柜台后 但最终被一般黑帮发现 拉出店外乱刀挥斩 在黑帮离开后 少年曾经返回店内求助 但店员反而赶他走 少年最终要自行走到临近的医院求诊 并死在医院外 事发至今虽然已经超过一个星期 但白欧蒙的街坊依然怒气未消 更发起联署 要求杂货店永久停业 至今已经有超过10万人响应 布朗克斯的三名市议员 也已经去信纽约市消费者事务局 旨在纽约市经营生意的其中一项条件 是要有道德人格 认为该杂货店明显违反了该条件 要求当局勒令永久停业 目前该杂货店仍未重新开门做生意 店外被大量市民的悼念蜡烛包围 据了解 店主由于担心遭人报复 而未敢启示 纽约州上诉法庭裁定 纽约市卫生局有权强制 所有入读学前教育班的幼童 接种流感疫苗 卫生局也即日恢复 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 纽约市2013年曾宣布 室内6个月至5岁的幼童 一旦入读学前教育班或使用托儿服务 便需要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到了2015年就遭到一般家长入病 认为卫生局侵犯了他们做决定的权利 案件一直上诉到纽约州上诉法庭 到昨日上诉庭终于判卫生局胜诉 认为幼儿是否要强制接受疫苗 是当局的政策范围之内 卫生局局长巴塞特欢迎法庭的裁决 指出在刚过去的流感季度 纽约市便有5名幼儿因流感死亡 认为事件刻不容缓 并宣布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即日生效 所有家长必须在今年12月31日之前 带着自己和资格的子女去接种疫苗 他预料措施将可以保障 市内15万幼儿的健康 市议会昨日通过一系列的法例 加强非法侵到垃圾执法并增加罚款 此次通过的4条法案将授权卫生局搜查 非法期指的垃圾从中找到线索 例如公司商标 然后缉拿违法商户级人士 法案也同时增加罚款 将非法侵到非商业垃圾的罚款 由1500至1万元增加到4000至18000元 个人乱抛垃圾的重犯罚款 也由250至350元增加到300至400元 另外市议会也责成卫生局制定方案 针对汽车在马路上乱抛垃圾的问题 去收紧执法 纽约天主教主教杜兰舒基 昨日探访一个协助非法移民的慈善机构时 再次批评总统川普的非法移民政策 极不人道 杜兰舒基昨日探访的机构 是天主教辖下的Catholic Charity 目前正在协助60多名年纪 介乎11个月至17岁的无证儿童 与他们家庭团聚 并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 杜兰舒基再次批评 川普拆散非法移民的做法绝对不人道 也不符合圣经教义 违反美国价值 他们会尝试在黑暗中带来希望 努人协助非法移民家庭重聚 纽约水族馆的鲨鱼馆将于明日星期六开幕 新落成的鲨鱼馆造价达1亿5800万元 占地将近6万尺 售有38万加仑大水缸 将会展出超过115种海洋生物 当中包括18种鲨鱼 让黑旗鲨、鲨虎鲨、鲍蚊鲨、鲍蚊鲨、鲍蚊鲨、鲎鲨鲨鲨 与纽约市的大小朋友见见面 官方表示 他们早于2012年已经开始筹备兴建鲨鱼馆 但遭到飓风桑迪吹袭后计划一度延误 至今终于部分落成 预计在2020年可以全面启用